今天我们南京丁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关于三星的这个曲面屏的一个修复 如何来修复我们今天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这个软件 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双开 就是两个同时刷如何来刷 这个软件呢可以多开 我们先打开一个 然后再打开一个 好我们打开了两个 也可以打开三个四个五个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把它布局好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s8一个8加 我们先把这个口对应好 这个是8 这个是8加 8加是950 然后我们把这个手机先设一下设置一下 把这个开发者选项打开 我这个已经打开过了 如果不会打开的朋友 打开关于手机 然后有个软件信息 然后有个编译编号 连点7下以上就可以了 返回来 然后我们把这usb调试模式打开 打开了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来点一下这个开始 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软件呢 对这个手机进行写入一个工程的一个模式 同时这边这个8加也是一样 8加我们把开发的模式选开以后呢 然后我们也点一个开始 进入一个十字架模式 这个8加呢已经在写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专门拍照用的9加里面呢装了一个APP 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提供的 我们点开 点开之后有个扫描设备 扫描设备之后有两个两个都有我们随便选一个看到没有两个 好连接到这个8加上来我们就用8加来如果我们有两个9加的话可以再把这个同时搞同时一起来修复都可以 我们把这个线拔掉把这丢一边等会我们还要写入资料的时候也是同一用同一个数据线 放进来以后然后用这是黑盒子啊我们自己临时做的到时候可以做的更漂亮点更好一点效果 把这个9加的摄像头对准这个10加模式对的不准的话它容易爆错对的准一点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点击拍摄 如果我们有多个9加跟多个盒子的话现在呢可以把这个s8也同样的以这种模式来进行个修复 这个拍照呢会拍91张 然后在拍照之前 就是这个两个手机8跟8加 我们要把这个屏幕的亮度调到最高 而且把它的分面率也调到最高 这样这个时候才才不会有问题 才不会报错 如果说在刚才这个开始有个写入的过程中 如果说它出现s-w报错了说明这个手机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是不支持的 只要把这个手机的系统升级到9.0以上安卓9.0以上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慢 然后呢 如果我们有多个这个 数据线跟多个壳子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 可以实现这个多线同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效率 正常来讲一个小时的话 一个人可以写15个到20个 在拍照的过程中呢 我们不要碰这个盒子 如果碰这个盒子的时候 它容易产生一个位移震动啊 这个软件也会爆错 而且在放进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屏幕擦干净 如果有灰啊 这个时候呢 它会灰遮挡这个视线以后 它会出现一个亮点 还要重新再写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如果有 对这个软件包括这个技术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这边这个盒子上有QQ号 大家可以加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一共拍摄91张照片 来对这个3G色 包括曝光 各种情况 手机屏幕一个处理 好 主要 只要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挪开了 然后这个酒家上呢 会显示出来 当前的手机的一个 老化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分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啊 老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我们点一下比方 它有个修复 然后再点一下 它就显示之前老化的 大家可以看效果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个修复好了之后 我们点啊 已经成after的这个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插上来 这个酒家上呢 会显示出 这个屏幕具体老化一个状态 跟这个修复之后 它能达到一个效果 都有个分析 我们还是把这个屏幕插到这个USB 数据线上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会显示一个 connecting 连接 然后呢 我们之前是对应的这个界面 对应的是这个界面 对应这个 软件这个窗口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要注意一下这个数据库地址 因为这个是8加 我们把它还是 选成8加 不要搞错了 然后点写入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界面 就显示一个 它应该是copy upply的意思 就说把这个数据写进去 我们点一下 然后点yes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进行复制 那同时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酒家 我们来 演示一下两线同刷的一个效果 这个时候我再把这个软件打开 然后点扫描 它会显示一个蓝牙的连接 它错了错了我取消掉 没关系 接着重新扫描 就会连接到这个 S8上面去 如果有两个酒家或三个酒家效果 可能会更好 把它推出来重新扫一下 这有蓝牙开了吗 这有蓝牙开了吗 这有蓝牙开了 也有可能刚才是 我们测试的时候 把那个蓝牙 跟这个 连接的时候给它关掉了 我们再重新扫描试一下 因为 现在就一个酒家 在复制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多个 软就是软件双开或多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数据户地址 一定不要搞错了 搞错的时候 到时候也会出现一个报错 我这个关了 就开中了 不耐热 你一点耐热不行了 好 这个多开的时候 会有个好处 其实效率会提高的比较多 那我们这个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之后我就可以把它拔下来 然后这个呢在这儿 copy数据 然后这个我们进一步的 相对一个信息采集吧 还是重复刚才的一个步骤 那继续拍照 这边呢已经写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满意 可以中间断掉也可以现在断掉 就是把它直接退出来 它就可以了 如果说对这个满意 直接可以点完成 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呢 然后数据直接把掉就可以了 或者说直接我们点这个设置 然后回到这个正常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的界面效果还是可以的 可以拖出来就好了 这个手机屏就修复好了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刷整机 也可以刷单片 单片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一样 就是用个排线 把这个屏幕扣上去 整机呢 就直接刷就好了 把这个亮度调到最高 然后分辨率调到最高就可以了 保持手机的电量大于25% 包括酒家也是 或者包括我们要修复的这个整机的 它这个电量也有要求 大于25%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因为这个拍照的过程比较慢 我们时间呢 也有限 方便大家进一步观看 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们南京或深圳 都可以上门去了解一下 而且我们这边呢 就说 想现在了解的 通过视频来了解我们呢 可以加入我们的QQ 这上面都有 大家可以加QQ 在这个平台上进一步的沟通 都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